我們這次主題是面對人和處理人的問題 因為我一路事奉發覺 時時都是很多人是因為人的問題而受影響的 而做釋放呢 很多人都是因為人的問題 所以就搞到要釋放的 釋放硬是釋放不了 就是因為人的緣故 生日起落也是因為人的緣故 但是得到起落 力量也是因為人的緣故 就是人是可以給我們好好 亦都可以給我們很多的問題 那我這次是會講到 對人 處理人的問題有各方面的角度 就是有不同的角度 那人可以有很多東西 人有爭鬧 會驕傲 或者自己厲害 或者是自卑 低沉 其實有時候人會覺得 自卑的人他只是覺得自己低 那不會很難相處 其實不是一定的 不是說驕傲的人才難相處 自卑的人都很難相處 自卑的人怎樣呢 你幫他呢 他心裡會說你施捨我 你覺得我很慘 所以你現在幫我 即是他會容易呢 甚麼都你做一件事 他總是用一個負面去看的 覺得我不會有人喜歡我 你假的 你是想做給人看的 即是會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也有人說過 如果婚姻兩個人都是健康的 是自我形象健康 兩個人都是自我形象健康 那個婚姻是好的 機會高很多 有時候你說一個健康 一個不健康 一個是自我形象健康 一個是自卑 那會不會很好呢 即有些人就會覺得 那自卑那個人 經常都會有一個人 會撐住他 但其實不是一定的 其實是困難的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自卑的人 他會時時都說 你都不是愛我的 當然這個人 另外一個人是應該愛他的 但是呢 就算他愛他的時候 他又覺得他不是愛他 就是總之 很多事情都會用一個負面的解釋 就會說 你不是真的對我好的 你其實呢 喜歡別人的 即比較容易敏感 如果兩個自卑的走在一起 那就慘了 因為兩個都會 時時說負面的說話 時時呢 對方又覺得對方不好 而對方的受落又不好的 所以呢 其實不只是驕傲的人難相處 自卑的人都是難相處的 有很多人很容易發怒 就是你一說他那些自卑 他真是很自卑 很敏感 所以呢 你一說他的話 他立刻就會發怒 或者是低層 或者是人很容易會指控人 亦都人是很容易講閒話的 這是一個人常常有的情況 但很多人覺得不是罪 他覺得我有重疊 我有煩惱 那當然是說 當我們有重疊 煩惱 你向朋友說呢 第一 我們要看對象 因為呢 如果那個對象 又是跟你一起 說那些負面的事情 那你就經常講閒話 這個人能夠幫你的 那你呢 就是去告訴他 我現在心中有這個困難 你就不是要說這個人是壞 假設這個是那個人 你就不是要說這個人是壞 跟著那個人就說 是呀 他很壞 兩位一邊就他很壞 很壞 那這個呢 就不是幫助的 當你很受傷 你的重點不是這個人 你都不用告訴他是誰 除非他 即 即 即 他認識不認識這個人 我們都不要讓他知道這個是誰 而是呢 只是說 這件事發生 令到我有這個傷害 即我很想你安慰我 為我祈禱 或者幫助我怎樣面對 那時候呢 他就是正面去處理 這就不是講閒話了 或者有時候 教務同工要商量怎樣幫一個人 那這個就不是講閒話 但是商量的時候 一邊踩一個人 這個呢 幫也都是這樣的 整個一批東西 這樣幫也都沒有用的了 這個就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 都不用用心機了 不用幫的這個 幫你沒有用的 這樣 那這個也都是變成了閒話的 所以我們講歸人是非常小心的 這個是人與人之間 其中一個很造成很多傷害的一件事的 好了 是不是有不好的人在周圍 我們就應該活得不開心呢 那神的計劃就不成就 即這個人就 哎呀好慘啊 我周圍的人都不好啊 是不是我們周圍有不好的人 所以我們就應該不開心 應該就是整個都煩惱呢 那到底責任在人身上 在我身上呢 是不是他衰所以責任在他身上 所以我 不可以開心的 因為我周圍的人都不開心 所以我沒有可能開心的 是不是責任在他們身上呢 那其實聖經講到 其實人能把我怎麼樣 他有問題 是他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我不用背著這個責任的 還有另一個問題 是值不值得因為人而活得痛苦啊 即假設這個是代表一個人 這個人有很多問題的 他是明知有很多問題 那是不是他有問題 那我就因為這樣 所以呢 或者被他傷害過 以後呢 我就永遠都受傷害呢 那其實想起來又沒有理由 那他不好 所以我們呢 是要學習怎樣去處理 那待會我會有幾點出來 有幾點的 第一點 我的誓動 我的喜樂在神手中 我可以選擇 那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 我的喜樂在神手中 神可以給我喜樂 這個是每個基督徒都可以跟自己說的 人對我怎樣都好 我可以有喜樂 我可以選擇的 詩篇十六篇十一節 所有經文一起讀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即是神那裡有滿足的喜樂 令到你很滿足的開心 是永遠的福樂 而生命紀三十章十九節 我將生死禍福陳名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選擇生命 選擇生命和福 不要選擇死和禍 這樣 是選擇到的 我們可以選擇走這條路 有兩條路 跟從神的路就是生命和福氣 還有馬尼亞已經選擇上好的福分 你想選擇上好的福分 因為你選擇被人傷害 很多人就不自禁 那待會不自禁被人傷害 就是我覺得人怎麼看我這個健康形象 不是代表這個人 到底他有多厲害 譬如 大家都聽過 有些人是很成功的 其中 就算在中國人圈子 也有一些明星是很出名的時候自殺的 大家都聽過 西方也是有些人很出名 他明明是很成功的 那為什麼他會自殺呢 他是覺得某人怎麼看他 他不是覺得 其實他們都知道 很多人都接受他 歡迎他 他覺得某人不接觸他 某人對他怎麼樣 他不能夠處理到 他們會選擇自殺 其實很多人自殺的原因 很多是因為人的 當然有些人是因為錢 破產 但是這些明星自殺不是因為破產 是因為人的緣故 就是人的關係 他的內心世界 這些問題 就是說 無論人怎麼看我 我都可以有健康的形象 健康的形象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知道我是寶貴 無論人怎麼看我 我都知道我是寶貴的 那麼 其實 就是說 健康的自我形象就是 我相信我自己 是有價值的 我也都在人的當中 我是可以祝福人 可以幫助人的 因為健康的形象 不健康的形象 這個人可能很成功 但是他覺得人少看他 其實很多人的自我形象 是建立在人的 所以那些明星有時候 是可以大喜大樂的 當他很受歡迎的時候 他真的很開心 但是誰知道 後來發覺他的電影沒有賣座 沒有人對他有什麼特別的回應 或者他 老闆炒他了 或者不和他續約了 他可以很傷心的 因為他覺得已經不受歡迎 他覺得人偏看他 這個是普通人的自我形象 就是人偏看他 但是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靠人是很慘的 我們是在神裡面 我們深信神體做我 也都深信我在人中有價值的 就是我們都在人裡面有價值 就是說 一個人是應該建立他的生命 以致覺得有價值 不是覺得自己是一個廢人 因為譬如有個人 他很相信他是神愛他 不過他是一個廢人 就是他這樣想 我什麼都做不到的 他經常這樣想的時候 他都不會有一個健康的自我形象 他是一定相信 他一定相信 我自己在人中 是可以有一種影響力 有一種祝福的 無論是大還是小 為什麼我們可以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因為我們的生命已經寫在賊上了 這些兩個圖 我將它撼久了 其實當作是一幅圖 就是當有個人罵你 那罵你呢 那你就好像火箭射過來 那你射過來 你是不是要受諾呢 不用受諾 他說我沒有用 你有沒有試過別人說你沒有用 或者說你蠢 說你不行 或者不喜歡你 或者掘一掘你 那我們就會受影響 但這些我們不受諾 我們用盾牌擋住 用信心的盾牌擋住 第二點 首先第一點就是說 我可以選擇的 我可以有喜樂的 第二點就是 接受人人都是罪人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就是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人 看到不完美的人 不需要影響 我們周圍可能有人容易發怒 有人經常低沉不開心 以前我試過在 有一個團契 就有一個團友 他的特色是什麼呢 他一天不開心 他回到團契 他會把不開心的樣子擺出來了 很多人回到教會是不會這樣的 但他會怎樣呢 很不開心 整個樣子擺出來了 整個團契就會看著他 整個團契受到影響 每個人都想扶起他 但他那天不開心 沒有人能扶起他 他就影響整個人 整個團契 就是 到底 我們接受他是不完美的 看到人是不完美 我需要不需要給他影響 他不開心 我開始學 他每次來 他不是每次都不開心 他有時是開心的 但他順利便開心 有些順利便開心 有些順利便開心 有些不好的 他便會整個團契 因為他這樣的緣故 我是不是需要受影響 我需要學一件事 他不開心 我不用給他影響 即是說 接受 一起說 接受人人都是罪人 接受人人都是罪人 好了 還有另一點是很重要 每個人負責自己 我們不需要負責他 雖然我們幫他 這個包括我們周圍的特兄姊妹 有時有些人會這樣說 在網上跟我說 他要我做些甚麼 你再不做我會自殺 有人會這樣 他說我很低沉 但我幫他 他都是講負面的事 幫他都是講負面的事 他就會要脅人 或者要脅我 即是他說 我想去自殺 當然我是會幫他的 我會盡力幫他 我不會說 不要緊要去吧 我不會的 我當然是幫他的 但我心裏面有個余說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去自殺 我已經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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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feel bad 但有些人會很feel bad 那天我應該衝去他的家 陪著他 看著他 24小時跟著他 那他便沒有機會自殺 我們是不可能的 你跟著他一天 你跟不著他一天 即是我們 我們要幫 但我們去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不願意接受幫助的 我們是要放手的 以西記書那六十八章二十節 這裡講到 就是每一個人負責他自己的生命 一起讀一下 唯有犯罪的卡必死亡 兒子必不擔當父親的罪業 父親又不擔當兒子的罪業 異人的罪果必歸自己 惡人的惡果也必歸自己 就是 兒子不會擔當父親的罪 父親又不會擔當兒子的罪 但是會受影響的 但你可以選擇不受影響 為什麼會受影響呢 有很多爸爸是犯監陰 兒子好像犯監陰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見慣 他見慣 他的思想會覺得這些 沒有所謂 不要緊 你孤單的時候找個女人都可以 即是他會受影響 還有家庭裏面 是有邪靈的工作 是受影響 但是他如果選擇 我跟同神 可以不受影響 其實我信主的時候 我家裏是扮偶像 和他很吵吵的 但是我是決意不給他影響 我依然是一個喜樂的教徒 當時我 我在四圍傳呼聲 同時我教書 我教書的時候 我都是影響一些學生 我在學校裏面 帶了很多學生 負責 當時我是 因為校長看到我很熱心 他就叫我負責這個團契 我又在午餐 有一個是查經班 幫助人清楚述樣的 第二個是幫助人查經的 然後我又帶他們出去 在星期六的時候 我是很回憶 但是我家裏是有很多聲音的 但是我依然是這樣 因為我選擇 我不需要受到處的人影響的 變人不好我不需要負責 我們應該幫他 但是我不需要背著他 我不喜樂不能怪別人 你不可以說 他這樣對我 我經常都不開心 我怎麼可以開心 我們就會覺得 我沒有可能開心 這個是錯誤的 第四 處理不平的心 就是你在人那裏 因為人的緣故的心 很不開心 是需要處理的 如果你的心 持續是被人影響 是要處理的 而且受人影響 是會做一件事 就會影響別人 譬如在一個家庭裏面 有三個人 一二三 好了 這個 又不開心 懵枕 有些事做得不好 另外一個 就會受他影響 可能又發脾氣 又說他 總之 他們之間的關係 是會影響的 很多時候我聽到這樣的 在一個家庭裏面 譬如有兩個基督徒 那應該很好 但有時候不是這樣的 當一個基督徒做得不好 另一個基督徒會說 你又壞了 你又不好了 你又沒有用了 你又不行了 你又不開心了 這種情況就會互相 不是拖大 是互相最低的 就是一個低 你低了 你低了還要拖大 有一個人寫了 這個叫做《末日爭戰》這本書 他就說是一個儀仗神給他的 他就說到 在神的教會 其實很多不好的魔鬼的作為 就說到 基督徒經常被魔鬼揹在鍋頭那裡 意思就是說被魔鬼影響 然後他就會攻擊其他基督徒 就說他什麼不好 然後當那個基督徒一摸在地上 他不是去幫他 就說你沒用了 你跌倒了 你不一樣了 即是他還沒打 就罵到他打 他打就更加踩到他打 有時基督徒之間都會這樣 求主幫助我們 看到人軟弱的時候 不要那麼驚奇 不要那麼驚訝 人是會做錯的 去關心他 不要說又壞了 你又怎樣怎樣搞 這個就是一個負面的反應 我們想一下 我們自己有沒有這種負面的反應 還是正面的反應 是正面的 不用背著人的罪 有人做錯 不要緊要 我們幫助他 詩編37編第8節 當止住怒氣 離氣憤怒 不要心懷不平以致作惡 心懷不平可以發怒 亦都可以在那裡 好憂傷 很低層的樣子 如果心懷不平帶著情緒 侍奉會怎樣 會很辛苦 帶著情緒 其實有時人不懂得處理情緒 譬如說他要侍奉也好 他可以說 哎呀好難搞啊 這些人 好辛苦啊 他會侍奉得來是辛苦的 侍奉得來辛苦其實很慘 第一他自己慘 侍奉是真的可以造成越來越大壓力 我自己都曾經試過這個狀況 因為被人批評的緣故 批評的時候令到我真的很辛苦 在辛苦的時候自然呢 在說話和表情就會流露出辛苦出來的 但當我們經常想到神的恩典 神的愛不被人影響 我們可以站穩的 一定要處理這個不平的心 好了 我們要學一件事 這個是非常有用的 分辨不同的問題 人不同的問題 知道怎樣相處 但不是定罪 這個分辨很微妙的 左邊這三個就是他本身的質素 即是他本身的性質 右邊就是他跟人相處的時候 會怎樣有 他自己本身的質素 譬如有一個人他是負面的 甚麼都是負面的 唉 又慘了 這次又做不到 你都是做不到的了 都是沒有希望的了 都是甚麼都不行的 這個人負面 被冠經常都看到是灰暗的那面 我們分辨 我知道他是這樣 還有判斷是不同的 我知道他是這樣 我知道他這樣會說負面的事 我就想想怎樣處理 判斷就是我看死他 他以後都是這樣的 他永遠都是這樣 並且就會在人面前說 他經常都是負面的 即是批判了他 在相處上也都批判了他 即是有時人相處得多就會批判 譬如說 有時我輔導一些夫妻 我就說 你盡量講正面話 不要講負面話 不要講他一些不好的事 我說 你開始這樣講正面話 回家這樣做得好嗎 接著其中一個就說 他不會做的 馬上說 他不會做的 批判了 定了他的死罪 他是不會做的 他不會跟我講話 譬如說正面話 他不會跟我講話 他立即會這樣反應 我又會引導他 我又不是負面的 是用正面的 我們試想想怎樣講正面話 你試想 你覺得他是這樣 但你怎樣可以講正面話 就是怎樣欣賞他 他一講正面話的時候 立即欣賞他 所以我們分辨 有些人的確是很負面 我知道 第一 不要中賤 他講話 譬如你說 譬如我們去做什麼 沒有 我不行的 他立即講負面 譬如我幫什麼 全部人 不行 他怎麼會相信 什麼都負面 第一不要中賤 他說不行 不是一定可以的 是因為他覺得不行的 我知道他是這樣 所以你預了是這樣 譬如在一個小組裡面 有一個人是這樣 你知道 每次講什麼 可能他都講困難 當然我們會引導他 你預了 他會這樣 你可能 這個人願意聽你的意見 你就去幫助他 你預了 但不是批判他 以後都沒有希望 但是我們是有這個 就是這個智慧去分辨 為什麼需要這個智慧去分辨 為什麼需要這個智慧去分辨呢 你不知道它是負面 雖然它重複負面 你沒有分辨到這個時候 它負面的時候 我們就會每一次中賤 就是怎樣都中賤 哎呀 他又說我不行了 哎呀他又說我不好 就是他覺得他應該講得好東西了 有時候我們覺得 那個人已經講了不好東西 就是他已經講了 就是誇張 十萬年都是這樣說話的 他十萬年都是 整天都說不行的 他每次都說不好的 那麼他 他怎麼會忽然間改變呢 他是需要時間 所以他下一次會講話 你又不行了 不要那麼驚訝 不出奇的 這個是 這個是他的正常話來的 但是你的正常話 你不要受落 就是你知道就是這樣 你分辨到了 還有有些人是容易受傷的 他是會 他說的 你說的說話 有些提議 他又會說 你又說我不行 就是有些什麼說話 他都會 就算你讚他 今天你不太好 那就是我上次不好 就是他馬上會想到上次 他又回想 哎呀我上次真的做得不好 哎呀我真的好失敗 他想回以前的 就是一個容易受傷的人 其實這個是一個習慣來的 有時候 一個習慣 他為什麼呢 他覺得呢 可憐一下自己呢 好像 我不知道那種感覺 是什麼 就是說 總之 要可憐一下自己 自己那個 就是feel better 但其實他不是feel better 就是好像 唉呀 那些人都不喜歡我的 我都是沒用 他好像 譬如有些人呢 很憂傷 很喜歡看那些 以前的白宴 那些電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白宴 就是在說 那些粵耳器的那些時代 以前那些粵耳電影 那些經常哭啊 那些丈夫又不知道 去了哪裡啊 又賭錢啊 那些做人不好的那些 那些角色呢 那些女人又在那裡哭啊 很淒涼的 那樣的 因為那時候呢 很多人很淒涼的嘛 所以很多人很喜歡看的 拿著看呢 就拿著 手巾 哎呀 好慘喔 哎呀 好慘喔 他呢 就搞定一種安慰 就是 有些人都好像沒有那麼慘 其實 變了他很喜歡 去填飽他這種 受傷的心 總是覺得很淒涼 哎呀 那些人都是對我們不好的 那些時候呢 他 就是他 時時都會有這種的 情況 他很自然地 會去 好像去說 我自己又是受傷了 我又是很辛苦了 那另外就是 自憐了 就是自憐的人 總是會覺得 哎呀 就算祈禱也是的 有些人祈禱就是 神啊我好慘 你快點幫我吧 我好辛苦啊 這種是一種思想模式 其實那些人 是不是什麼好的都沒有呢 不是的 他總是喜歡看好人 這些是他本身的質素 但是右邊那些呢 就難搞些的 他有這些質素 然後他會 右邊那些表現 什麼表現呢 難相處 就是他跟他相處 很容易被發脾氣 很容易說 一些不好的說話 很容易會擊傷你 就是他那個 相處的方式 還有他容易發怨言 容易發怒了 什麼都說不好 你 譬如你是煮菜的 煮菜給他吃 他又會挑剔你 今次要鹹了一點 今次的口感沒有那麼好 今次的菜沒有那麼脆 今次的菜都軟了 今次的菜都軟了 今次不夠熟 即是他總是會有些 挑剔的時候 他可能他不是說很多句的 你吃了一下 忽然間 菜又不夠熟了 你聽完呢 那個人聽完 就每次都要收這些東西 我們就要學習 他會容易找到負面 或者上班 他總是 為什麼他喜歡踩下你呢 因為他踩下你 他會高一點 好似的 心理上 他踩下你 他就會高一點 但其實這是一個錯覺 你跟這些人相處 你知道 他很容易踩我 他很容易發怒 那我就預防了 他一踩我 這個正常反應 不用放在心上 因為我的價值在神那裡 就是一定要用聖經回應的 我價值在神那裡 神體俗我 我是很貴的 我不需要受影響的 另外呢 就有些人就喜歡挑剔 經常容易挑剔人 說什麼不好 控訴人 以及高度要求 其實很多人 為什麼要生氣呢 就是要求 比如說 見到人做得不好 就發脾氣 因為他想 兒子又怎樣好 丈夫又怎樣好 周圍又怎樣好 他要求的時候 其實很多傷心都是要求的 那你說不要求嗎 其實神對我們有沒有要求呢 神有要求 但是當我們做不到的時候 神不會說 好像一批東西那樣 神是繼續會幫我們的 重點就是 我們都想人提升 我們幫助他 但是我們不是因為見到他失敗 所以我們又受傷 所以這個分辨人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如果大家用心想想 你會分辨到 你分辨到 你就會留意到 那些人說的話 你就沒有這麼受影響 還有你也分辨一下自己是哪一種質素 我自己是正面 容易挑剔 因為負面 容易受傷害 是哪一種我們自己都去想想 所以這個是給自己一個很好的評估 那人的負面和傷害性的說話 都是魔鬼使用的火箭 這裡我們講到處理 怎樣處理 第一 知道人有這樣 第二 知道他那些是火箭 所以我不用受影響 然後我們就分辨了 污水和清水 不好的就是污髒水 好的就是清水 好的就是從神而來 也都從人而來 有時候人都會說一些正面的說話 那你喝水你會開哪個水喉呢 當然是清水 你見到污水你都不想喝 我們會選擇清水來喝 所以不好的我們不要受惡 聖經說 CV118第6節 有爺爺幫助我 我必不對派人能把我怎麼樣 他不開心他傷害我 不是代表我會受傷害的 他說我不緊要的 那這個其實這一種的安全感 是會令到我們不受人的傷害 這個呢 當然這一定要處理 還有有神的同在 一定有神的同在 我們就會不被這些人傷害 你就會活得開心 你估計一下 你一生人受過人傷害幾次 無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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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次 很難計 很難計 一萬次 千萬次 如果千萬次都是千萬次受傷 是不是很辛苦 所以我們就預算了 他傷害我 算了什麼呢 你家裡有沒有人傷害你 你到處上班有沒有人傷害你 你有 你預算了 你就不受他的傷害 即是說他講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 人能把我怎麼樣 他講完的話 是不是我變成蠢了呢 他講完的話 是不是我便宜了 不是的 所以我不用那麼緊張 我們怎麼看的 我們看得他嚴重就會嚴重 還有神若幫助我 誰能敵黨我們 沒有人能夠敵黨的 羅馬書8章31節 我每次有同事 我都曾經講過 瘋瘋佬說你是損塞 你會變成損塞 不會 如果家裡有瘋瘋佬 你會很懂得 打倒 他一邊罵一邊罵 你便走了 發了一雙腳 哎呀 你走去 發了一雙腳 你都會忘記 這個是通常人都會懂 不過 不過我們遇到一些好像正常人 我們就不懂得轉換 因為我覺得丈夫、妻子、同事 周圍的人尤其是侍奉的同工 沒有理由是這麼差的 應該更加好的 所以我們有這個期望 有些期望就會失望 那你是不是沒有期望呢 不是 你判斷那個人是怎麼樣 你分辨了 你分辨了這個人是會講負面說話 那你就不受影響 你知道他是這樣 你以後看看怎樣的方法可以引導他 但是你知道他是有這個傾向的 那他的說話呢 他是正常人 但是我們要分辨他的內心有多成長 他外面可能幾十歲 他裡面可能是幾歲大的 就是他的EQ 他的情緒智商 有很多人的情緒智商是幾歲大的 那孩子幫他們說 你跟他講 你跟我講 我不要騎士你玩 那孩子就哼 就哼哼了 小朋友 成熟一點 說 我不騎士你玩 不要緊 我就自己玩 我們會成熟 可能很多人不是 過分 很大的年紀也好 好成熟也好 就算是一個老闆 你跟他講 你未必說我不跟你玩 我今天不空陪你 他可能會受傷害 我今天沒有時間了 他就覺得好像 你今天不要我? 這種情況 有些人就會容易 他的情緒智商 是很像小朋友一樣 你知道是這樣嗎? 有錢的人是否一定他情緒智商健康呢? 不是一定 成功的人是否一定是情緒智商高呢? 不是的,因為習慣了有人捧他 個個都說他厲害 突然有一次他做得不好 一聽兩個人說的話 你可以這樣改善嗎? 他可以回家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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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好 嘩 可 Ten 嘩 背後 每一個說 第一次都變成這樣 服務 變成這樣的時候 情緒智商也很容易受傷害 我們要學習 就算有人對我們有排斥 又怎樣呢? 不死得的 就算有人傷害我們 不要緊 不用防在心上 那你就會 就好像有鼻彈衣 他一說話 你已經避開了不受影響 這個在侍奉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侍奉 時事都受傷害 你侍奉很辛苦 而且事奉一定有傷害 你全方一定有人拒絕你 你幫人的靈命 一定有些人不聽話 事奉已經是沒有埋伸了 很埋伸 所以很多人的問題 有時是那些人對你 有時是他們互相針對 針對之後跟著你要處理 其實事奉是有很多困難 所以你要預備了 那你不要因為這樣怕 我是樂意事奉神 我知道人有問題 不過不要緊 我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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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有人會被興起 所以我們知道 他的情緒 智商 我們不用放在心上 也我們看看 我們自己有沒有錯 我們有錯的 我們就認錯 我們就承認 好了 那下一點 以上那裡就不被人影響了 這裡講到 我們對人 不要有論斷 因為聖經很嚴重的警告 馬帝七章日 第二節 因為你們怎麽論斷人 也必怎麽被論斷 你們用什麽量器量給人 必用什麽量器量給你們 這個圖 代表一個人有論斷人 人好而論斷 有人這樣說 他說 人們去教堂聽到 聽完後 就去喝茶 那喝茶說什麽呢 很少說 牧師說得好 我們怎麽去 真是搖樹 我們怎麽去祝福人 怎麽傳呼聲 未必這樣說 他們會說 牧師今天都不知做什麽 在那裡 說話好像 有些跟平時不同 牧師 講來講也都是講那些 或者 你看金庭那個人 脫衣服這樣來教堂 哪裏可以 有些人就是這樣 或者某一個人 經常看到這樣 有時人就會做這些說話 做這些行為 說這些說話 其實那個人是怎麽 我們要幫他 待會我會說怎麽幫他 但第一件事 我們的心 很淪亂了 在我們的心裡 有沒有一個黑名單 這個人我不喜歡 這個人呢 我不想見到他 這個人是神不神 不喜歡他的 如果我們心裡 有一個黑名單 一定要處理 當有這個黑名單 我們不知不覺就會露出來 是一定出現的 有時我們一個眼神 就是覺得 見到他不弱 他就會覺得 你見到我不弱 我作為牧師 我知道 我好知道 我的眼神 是會很被人留意到的 就是我都 真的 在我初期做牧師的時候 因為有時很匆忙 曾經有人跟主任牧師說 他說我呢 就沒有跟他打招呼 那呢 就因為有時我衝過 我打招呼 那我就很留意了 還有有時有些人說 你同一打招呼很熱烈 但我沒有那麼熱烈 那我要留意一下 所以有時呢 稱讚都要不要那麼碰開 因為公開賺了這個 為何不賺那個呢 所以我做牧師是要特別小心 但是作為一個侍奉的人 也都很容易會 心裏面呢 真是對某些人 天都沒有那麼喜歡的 那我們 怎樣喜歡呢 那個人怎樣喜歡呢 所以我們不是因為 喜歡而推動去祝福人 是我就是想祝福人 他軟弱我就扶起他 即是道理美化蘇 道低一點那個 又怎樣輕輕他 也高一點又怎樣輕輕他 蘇那個很有潛質又怎樣輕輕他 個個都是 無論他道也好 他經常都是低的 不要緊 我的職責只是幫他 我的職責不是判斷他 我不是說他 你沒有希望 我的職責是個個都有希望 是不是 我的職責是讓人敢說 個個都有希望 個個都可以改變 我不需要踩下他 心中不要判斷他 他不行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我遇見過 一些傳道人 都是我親身經歷 他是會有黑名單的 他黑名單是怎樣呢 他有些人是不強 他無論是正面說話 有時候背後的說話 都會顯露出對個人的不強 還有他的物友都知道 他哪個人不強 因為他的物友 他會跟他談 他回家就會談 他侍奉完回家做甚麼 唉呀 又是這樣 唉呀 他又甚麼 唉呀 他又遲到 總會找到一些 他的確有錯 他的確有錯 有錯是否就是 我們跟著要回家還他呢 還完他有沒有益處呢 聖經講不是這樣處理的 聖經講是我們要正面處理 正面的 我們沒有權去批判這個人 跟著影響我們對他的行為 因為這個將來我們要受審判 即是我們一路侍奉 一路殘偉 一路的心裏 有批判那些人 我們就求神幫我們 責任在他身上 我只是幫他 一起說 我只是幫助他 他的成長 是他的責任 我不用背著 但我不要看死他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心裏面 見到人都是想祝福 誰都想祝福 Hallelujah 好了 另外一個經文講 你看神會保守他們 羅馬書十四章四節 很重要的這個經文 你是誰 竟論斷別人的牧人 他說 站住或跌倒 只有他的主人在 而他也必要站住 因為主能使他站住 這個講到幾樣東西 就是你是誰 你是誰 你是誰 你是神 你是否完美 是的 為什麼你去論斷別人的牧人 這個講到別人 是講到神的牧人 意思不只是傳到人 總之 所有基督徒都是牧人 都是神的牧人 你為什麼去論斷別人的牧人 他站住或跌倒 他的主人在看著他 為什麼你要去論斷他 師兄是說 我們要勸勉王 但不是論斷 不是踩下他 而且他也要站住 因為神能力令他站住 當然他不聽話 他不會站住 但是神會保守他的 你不用去論斷他 好了 現在聖經這個經文 是給我很大的提示 就是我們一切的行為 一定顯露 哥倫多詞書四張九字一起讀 我想神把我們仕徒 明明列在門後 好想定死了那些囚犯 因為我們成了一台氣 吸世人和天使觀看 這個講到仕徒 他們好像那些囚犯 那些囚犯要全世界看著 譬如釘石子架 看著他 釘石子架 他說我們成了一台氣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全世界都觀看 如果仕徒是這樣 那沒有理由 平信徒就不用了 平信徒不用了 我們全部收工了 神給他搞定了 會不會都會顯露呢 我自己曾經這樣的想像 現在我們會看到天花板 現在我們在這個時刻 將來在末日是會重演的 我覺得 重演的時候 你發現天花板沒有了 然後他周圍 這個想像的圖案 就是你回到那一幕 你會發覺有英晚的人在周圍那裡 全部站在那裡 然後神就將你的內心 在每一個情境 你的內心 你的行為 你的態度就顯露出來 所以每一次我們做任何事 就想著 全世界現在正在看我的 當你和一個人在講閒話的時候 你會想著 全世界現在正在看你 如果全世界看著你 你會不會照樣地說呢 那你就想著 你說的話 將來在宿會要供出來 就是 譬如說 我們對於基督徒 聚會 那些 我們的回應 我們可以回應什麼呢 我們可以回應我們怎樣應用 我們怎樣學習 可以實行出來 但我們不是回去回應 牧師他有什麼不好 信徒有什麼不好 這些如果你有意見 可以直接跟牧師說 和信徒說 如果你不能夠說 你就為了祈禱 因為有大有小的 如果你所有的事要處理 實際上處理不完 如果你說 我要全世界的人的罪處理 嘩不行 逐個逐個 看看這個有自卑 我要取得住他 你要改變自卑 你要說 驚豪 你這個呢 講說話尖銳 神不是叫我們這樣 即是說那些罪 是明顯的 是影響別人的 但當然這個罪控制他 我們要勸他 但有很多人的軟弱 我們不是逐個逐個去執 喂 你還有我的自卑 你自卑 你要跪下闊開 你還有我的自卑 如果這樣的時候 就好像耶穌說到的一個比喻 墨子和壁子 你是不是走去拔掉那些壁子 拔掉呢 即是我們不是去 執拾每一個人 是不是有哪裏 還沒改完 我們盡量去建立 但有些明顯的罪 和破壞性的罪 我們一定要處理 譬如說 有人來專門追女生 我們一定要處理這些 有人是傷害人的 傷害人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處理 即是我們經常想著 我現在講的說話 我們論亂人 講人背後的說話 是全世界在看著 我們就說 神啊 幫我 想著全世界在看著 所以我就小心 有時 當我們一同一同情緒的時候 我們就想著 現在講的說話 全世界都在看著 世經的確叫我們去 勸道警戒 勉勵輔助人 和對人有忍耐 譬如說三章十三節 一起讀 總要趁若懷有金人 天天給錢相勸 免得你們中間 有人被罪迷惑 心裏就光顏了 聖經是有講的 你要勸的 免得他們被罪迷惑 心裏就光顏了 是聖經有提我們 《貼撒雷干》前書 五章十四節 我們又勸弟兄們 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 免勵灰心的人 輔助軟友的人 也要向眾人忍耐 他講到這些人 都是有問題的 很多問題 要警戒他 有些要警戒 有些要警戒 勉勵 有些是勉勵 鼓勵他 灰心的人 軟弱的人 我們扶起他 然後向所有人忍耐 如果那個人很好 就不用忍耐 即是說那些人都有問題 其實人與人相處一定會見到問題 聖經是要教導我們 去輔助他們 去幫助他們 而聖經講到處理人的問題 當有人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我發覺很少人肯用這個方法 是聖經 耶穌說的 馬太十八章十五節 一起讀 倘若那些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著 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 指罪他的罪 他若聽你 你面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聽 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 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 句句都可定準 若是不停 就告訴教會 若是不停教會 私下 私下 一對一 第二 找兩三個見證人 第三 教會 這個是一個大步驟 就不是代表 一次一個人不行 就馬上找兩三個人 有時可能 一次見他 可能你見不見 不止一次的 可能需要處理 也都看他的事 需要不需要處理 因為有些 即 我都說 如果你說 每一個有自卑 全部要處理你 永遠都處理不完 是很完美的 不過這個罪 是有影響別人的 是有破壞性的 我們當然 有罪也有破壞性 但是 有些罪 是有種攻擊性 有種破壞這個群體的 我們就去處理 但我發覺 當時人們不是這樣 這個過程過 第一個過程他們做什麼呢 是自己和朋友 紫紫紫 這個是最多人的過程 而聖經是警告 不要這樣做的 但是是最多人做的 是差不多每個人都這樣做的 這個就是 所以我們要學 所以信耶穌之學 其中一個很需要學 就是我們的言語 處理錯了的人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呢 聖經說 是不要叫他沉淪 不是要證明他壞到怎樣 是想他不要沉淪 可能都後書2章6章一起讀 是否有些人 受你眾人的責罰也就救命 倒不如赦免他 安慰他 免得他憂愁太過 甚至沉淪了 即當他的責罰 或者你看到他有灰鬼 我就赦免他 安慰他 怎麼說 安慰他 我說 活該死吧 罰他久一點 讓他受到一些苦 他就說到 赦免他 然後安慰他 免得他憂愁太過 他憂愁太過的時候 是沒有益處的 他會甚至沉淪 所以我們就說 神教你幫助我們 是有一個心祝福人 不是想踩下他的 好了 聖經很清楚警告 不要講閒話的 曾言25章9節 李宇倫尊尊 只要與他一人辯論 不可洩漏人的物事 是跟他講 不要洩漏他的事 馬太12章36節 我又告訴你 你為犯人所書oke 閒馬當誓的日子 必要句句句句已說 當我們聽到這句話 誤agan死了 那麼多句 這樣你就開始留意了 你這樣想 每一次我講到一個人 我看著他站著門的旁邊 聽到也說你講得很公平 並深入愛心 這樣你就要罪得獲 即 意思 即你說歸這個人 譬如你同工討論 有些時候為什麼是同工討論某個人呢 就是我們想想怎麼去幫這個人 這樣的時候是需要去講的 或者這個人在教會裡面有這個影響 我們怎麼去處理 是需要講的 但是講的時候 你想著他在那裡聽到 他都不會說你不公平 他會覺得你說的是對的 是準確的 就不是踩下他的 而是有個好的目的 人很容易有些說話是很不公平 大家會試過 你明明做到一點點錯 那些人說到你很大錯 有時你不是錯的 他好像說到 你就錯了 他就沒有錯 有沒有預見這些情況 人的口是很厲害的 可以將黑就變成白 白就變成黑 我們知道人的說話是真的可以 將事情轉得很厲害 我們就是神幫助我們 講的說話不是這樣的 也有人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也不用受傷害 因為有時有些人 無論你做什麼都會說你錯的 他會一直控訴 那我們就要分辨了 到底我是不是有做錯 但是我們講的時候就要小心了 我們有沒有將人的問題誇大了 我們講的說話是不是公正 就算他聽到 他都會覺得你說得對 說得公平的 而且有愛心的 就是剛才幫助我們 你和你的好朋友 你的對話是甚麼呢 你的對話是會祝福啊 還是你說別人的不好呢 那你如果發覺你的對話是這樣的 你就會射面你 和改過 並且我們留意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不要產生 在別人身上產生一個對某些人的負面的看法 譬如 我認識有教會是這樣的 凡是有講真言話的同工或者做長 傳媒一律要醜醜醜醜醜的 為甚麼呢 因為他知道 如果他一講言話 如果同工講言話 就會說主要牧師 或者第二個牧師不好 或者誰不好呢 那種影響力是很大的 他就會將一種種子 種在人的心裏面 種在人裏面就覺得這個人是不要的 這個人是不行的 因為他沒有事好的 就會有種造成這種效果 所以我們要留意 我們講關於教牧 講關於信徒 或者講家人也會 有時家人也會講到某一個圖得很黑 求主幫助我們 小心我們的說話 是在神面前 神是會追討的 即是我們要分辨 甚麼東西可以說呢 他分證才會怎樣呢 甚麼東西我們可以說 譬如我們有受傷 我們可以說的 不過我們重點不是對方的不好 而是我自己 我有受傷 我很想你為我祈禱 就不需要說對方的 好像讓人覺得對方不好 這些我們有受傷 我們可以找成熟的人去輔導 不要找不成熟的人去輔導 不成熟的人 他就跟著會踩那個人多幾腳 然後 要去做的 好 而最重要呢 所有這一切最重要就是憐憫人 馬太十二章七節 我喜愛連述 不起愛祭節 羅漫書十三章八節 因為愛人的將完全律法 所有做這一切 就是處理人的問題 對人的接納遙書 幫助人 討論關於某個人的幫助 重點始終是愛 這件事的確 如果用今天所講的主題 講到關於講的閒話 批判人 踩下人 受人影響 實際上是很多教徒的失敗 求知耶穌幫助我們 在這件事上得勝 所以在亞國書上講的 人在舌頭上是沒有過失的 他就是一個完全人 就是他在舌頭上所講的說話 都是正面的 都是祝福人的 我們再重溫我們今天所講的重點 都是 即是 第一 我的喜樂在神那裡 在神那裡喜樂 不可以選擇 一直說 我可以選擇喜樂 神給我喜樂的 我不用活在低層之中 人對我不好 我都可以喜樂的 接受人人都有罪 沒什麼出奇的 不用那麼驚豔 不用那麼緊張 不用那麼大反應 不用那麼大反應 到處都有的 沒有地方沒有的 第三 每個人自己負責 他有問題 他負責 我不用負責他 我不用背著他 甚至是你的兒子 我試過有些媽媽找我 我兒子又不讀書 又不做工 我都說 我們找方法 又不聽他說話 暫時來說 我們真的幫不了 那怎樣呢 唯一方法就是 可能他有一些地方 一講開放的時候 你就立刻去關心 和立刻欣賞 他一講一些好的話 就立刻欣賞他 這是唯一的改變 我認識到有些人 他真的完全不肯聽他父母說話 完全是反叛的 那他問我怎麼辦呢 我第一 你先搞定自己 不要讓他影響 你每天都這麼低層 你沒有辦法幫到他 你不給他影響 然後你找到地方 可以說正面的說話 找地方可以說到 但是你不用背著他責任 第四 處理內心 不平的心 我們心裏有不平的 有憤怒的 我們一定要處理 還有這個很重要 分辨人 當你知道 你就不是判死他 判了他死刑 就說我知道他是這樣 我知道他這樣 我就不受他影響 我們都要想想 怎樣幫這些人 是困難的 其實幫困難的人是困難的 幫負面的人是困難的 幫容易受傷的人是困難的 是很困難的 求神給我們智慧 但是幫的時候 不是要踩到另一個人來幫這個人 我說是他壞 所以你受傷 而是我們去幫他 他能夠不受人的傷害 然後我們在幫人的時候 過程看到人的問題 就是不去輪斷人 第五 然後呢 還有這一點都很重要 就是不要輪斷 就是一定會受盼 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要顯露出來的 我們看到人的問題 就是勸導 聖經沒有說到 見到人的問題 你就會輪斷 聖經有說到要警戒 甚至有些要處理的 處理的那些 是有些嚴重的 他不肯悔的 是要趕出教會的 就是有這種情況 但是大部份的人的情況 我們是去扶助他 去幫助他 不是去判他的罪的 我們的目的 不是踩下人的 而處理人的過程 是一對一 就不是先找人說 跟他說是沒用的 說完就破壞關係 這個周時都有這個回應 如果可以的 就找教務去幫助 如果是覺得困難的時候 還有有謙卑的心有愛心 其實兩個處理是最好的 找了教務都會有一些影響 為什麼呢 他說為什麼你不跟我說 為什麼你找了教務幫我呢 因為他覺得 你應該先和我先 說了先 那這個呢 是真是很有智慧 說的時候都不是傷害他 而是呢 就是我是喜歡愛心 那麼 有沒有情況我們是不去處理的呢 有的 有些人他真是不肯改的 你已經見過我很多次的了 你知道他不肯改 這樣的時候呢 你可能只是為他祈禱 直到他真是這個罪好嚴重 你一定要公開處理 就是跟他處理了 要公開處理 有些情況呢 譬如你阿嬤 你阿嬤 你阿嬤 很困境 你可能不需要處理的 還有呢 教外的人 我們很多都不需要處理 就是處理不好的 就是信耶穌 我們信耶穌的人 我們才需要處理 而最重要是始終都是我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求神去光照我們的心 到底我們在這些人與人之間問題上 我們有沒有犯錯 我們有沒有得罪人 論亂人 有沒有黑名單 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有一個黑名單 你就在心裏面用一支筆 一個擦膠 將這些黑名單的人擦掉 這個人我要看穿他 其實他受了很多傷害 所以他要傷害人 我看穿他 我嚴恕他 我祝福他 雖然他很難搞 但我們都是去看穿他 祝福他 這種生命是很重要 當我們有這種生命 我們才能夠有希望 可以真的侍奉 是得夢神的喜悅 如果我們侍奉的時候 一直看到人的不好 我們就批判的時候 我們一路建造 一路拆毀 耶穌安靜我們的身 神曾經很多次 叫我 在安靜的時候 我忽然會想到某些人 我就會在想 這個人 他的困難的地方 他的辛苦的地方 我又會連出他 為他祈禱 祝福他 神很多次 是幫我處理這些 人與人之間的事 希望當神 去跟我們說話 神我們會用一個謙卑的心 不要說是他錯了 是他錯了 所以我會不開心 是他錯了 所以我會這麼慘 給他形容 也就是說 我有什麼錯我需要認錯 我有什麼錯我需要改 有什麼錯我需要改 謝謝你 潔淨我們的內心 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 就發出善愛 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 就發出惡愛 是耶穌幫助我們 讓我們看到自己的原諒 看到自己的障礙 看到自己的障礙 就闊改 並且求實給我們 智慧如何去處理一些人的問題 如何跟人相處 我請你